一百天前 蛋堡收集了一百种瓜果草药 交给了我 我就开始了恐龙村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 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之后 终于研制成了最美味的糖果 可是一天只可以吃一颗 超过的话 后果很严重 好甜 果然是世界上最最美味的糖果 好好吃 这天堡哥哥的发明好厉害 多亏了蛋堡妹妹的一百种瓜果 真有这么好吃吗 也没什么感觉 你吃得太快了 糖果就应该是慢慢舔的 给我舔一口吧 不行 小气 蛋堡妹妹 我知道你最好了 飞天堡 能不能再给我来一颗 不行 这种糖果每天只能吃一颗 否则会拉肚子的 哇 后天 你不能再吃了 飞天堡抠门 给我糖果 我说过了一天只能吃一颗 吃多了会拉肚子的 骗人骗人 你个小气管 肯定被你躺起来了 懒得理你 蛋堡可宝 我们走吧 嗯 飞天堡 你等着 奇怪 没什么味道啊 要么还是先尝尝吧 果然好美味 快去送给老板尝尝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 走上人身巅峰 想想还是有点小气动 老板 好吃吗 好好吃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糖果 糖衣香口润滑 果味浓烈醇厚 喊在嘴里 我的每一个毛口都仿佛被幸福装满 老板有一种遨游幸福海洋的感觉 天呐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糖果 老板 你没事吧 这个糖果哪来的 是飞天宝座的 上机 这个卖到地球一定会赚大钱的 快去把糖果统统弄回来 事成之后 担心休假三天 好的 老板 发财了 我要发财了 这小子怎么来了 难道他也是来偷糖果的 我要去看个究竟 老板一定会重重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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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来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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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意伤害上级 薪水假期全部扣掉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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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把糖果全带来了 死罪可免 果罪难逃 发你工作量加倍 这样工资就不用发了 你怎么把糖果给带回来了 你怎么把糖果给带回来了 老板 我也不知道 这种洗澡 又用了 宝宝 你给我站住 还不快去追 给我站住 站住 可恶的元宝 元宝 元宝 快给我 我砍不见宝了 这是我的 我砍不见宝了 我砍不见宝了 我砍不见宝 站住 我砍不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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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看 我砍不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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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好痛 怎么肚子好痛 我砍不见宝 我受不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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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用 袁宝 袁宝 不要啊 袁宝 我待你不搏 就像秦生儿子 这种 这种危难关头 该是你报答老板我的手啊 老板 坚持住 袁宝 我坚持住 老板 果然糖果不能吃太多 哇 造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